第五卷,人有病,天知否,第一章,一盏蚕灯,轻他的山门,剩下时节,列阳直锤,草原边缘依旧有着几分凉爽,风吹过,绿草岛福,恰似风流,一道人影从远处奔来,一群飘飘,仿佛仙女凌凡,到了近处,脚步放缓,方才露出一张千娇百妹的面孔,二时上下,朝气蓬勃,青春洋溢,容颜精致而大气,藕色一群,无有更多修饰,清爽自然,举手投足间,无一步贴合天地, 看似寻常,实则非同凡响,他绕着某个山丘转了一圈,确定无人跟踪后,身影一闪,跃到两块巨石之间,揭开杂草,钻入了一个隐蔽的洞穴 山洞内,盘坐有两人,一人外表成熟,三四十岁,头发散乱,脸色苍白,嘴角还有血迹残留,头顶白雾缭绕,周身丝丝黑气溢出,显然正在逼毒疗伤,一人紧衣玉带,年岁仅比少女稍大,五官方正,但失之稳重 看到少女回来,锦衣玉带的年轻人慌忙站起,迎了上去,脸上下意识浮现笑容,云乐姑娘,可曾发现什么? 被换作云乐姑娘的少女,看了一眼疗伤的男子,压低声音道,几名毛贼而已,不是追踪者 她说话沉稳,但自有一股昂扬领人之气,是一次次获胜,一次次成功积攒起来的自信 在这个年纪,只出现于那种天之骄子身上 锦衣玉带的年轻人松了口气,不是就好,不是就好 梁前辈伤势如何?云乐手提古朴常见,小小年纪就有几分识不杀一人,千里不流行的任侠 锦衣玉带的年轻人道,梁前辈已服饰灵丹,在有一刻钟,应该便能稳住伤势 云乐精致地下巴点了点,在山洞入口处盘腿坐下,半是警戒外面,半是休息调整 过了几个呼吸,他自怀里拿出了几张纸,对着锦衣玉带的年轻人,奄然一笑道 没想到几个小小马贼,也会关心天地人榜 哈哈,天地人榜的变化,便是天下大师的变动,谁不关心 锦衣玉带的年轻人凑了过来,讨好笑道,是最新的一期吗? 云乐摇头,一根脱离了束缚的乌发垂于腮边,轻轻荡漾,看了才知道 锦衣玉带的年轻人,一时目眩神迷,脱口道 云乐姑娘,你借助草原之行,踏入了天人合一的境界 足以与化眉山庄的沸苦禅,争议争人榜第一了 这位云乐姑娘,全名沐云乐,天人交感时便仗着剑法强横,登上了人榜前五 如今再进一步,毫无疑问,可以争人榜第一了 沐云乐微微一笑,白皙如雪的脸上,离窝浅浅 沸师兄天人合一已然三年,若非想笑法前辈们一步登天,早就能突破之半步 而且他剑法的郭路大先生指点,不比我差,与他相比 人榜第一我还少了火候与积累 一句剑法不比我差,就透出了他内心潜藏的骄傲 锦衣玉带的男子,目光痴迷看着他的侧脸,为着胜过无数芳菲的笑容倾倒 清晰了口气道,沸苦禅比云乐姑娘,你大了足足五岁 到了他这般年轻,说不得你就一步登天了 沐云乐鸣嘴一笑,坦然接受了赞扬,没有任何扭捏,颇有几分潇洒之态 他本带说话,忽然正主,叹了口气道 提到废师兄,就想到陆大先生,想到陆大先生,就遗憾 他与苏无名苏前辈的十年之约,天下最强两名剑仙的对局 还得等三年,这是每一位学剑之人,翘首以盼的盛事 哪怕自身不能旁观 是啊,苏前辈八年前入帝仙,已与陆大先生处在同一境界 可惜两年前天下多事,魔师复出,法王在线,都已踏入帝仙之境 兼且玄天宗守敬道人,夏侯士族奶奶,为正法身 双双失败陨落,妖族又常有破坏 作为正道,两大中流砥柱,他们只能将对决推迟五年 锦衣玉带的男子附和道 沐云乐翻了翻天榜,发现于两年前变化不大 于是直接拿开,看向地榜 这一看,他美目发亮,江前辈登上地榜第一了 江指威江女侠 锦衣玉带的男子也颇为惊讶 沐云乐难掩笑容,眼神尽是崇拜 一边飞快浏览一边道 江前辈日前在草原与西域交界处剑拜转轮活佛这滋身半步 将其重创,借此登上了地榜第一 哎,喜剑阁连续两代都有神剑灵士 真是让天下其他宗门世家失色 斩奉点神使,拜六阳狂克 重创转轮活佛,江女侠地榜第一,实至名归啊 锦衣玉带的男子感叹道 半是真心,半是附和 因为眼前的家人一向崇敬太上神剑江指威 将他视为目标 登上地榜后,江指威外号逐渐改变 最近十年战绩斐然后 已从绝剑仙子变作太上神剑 地榜第一,法身以下第一人 沐云乐双目冉冉生辉 遥想前辈英姿 第二呢 锦衣玉带的男子对地榜也很感兴趣 追问了一句 沐云乐往下一看 脸色忽得变成背齿轻咬下唇 糟糕,是他 锦衣玉带的男子已然知道 是谁派在地榜第二了 魔帝齐正言 沐云乐乃幻花剑派弟子 师承青莲公子刘苏 齐正言是他的师叔 出身幻花剑派 最初普通 后来渐渐出类拔萃 成为宗门着力培养的对象 但十年前 他神秘失踪 据说是陷入了九幽 等到四年前再现 已是堕入邪道 成为魔皇找主人 半步法身 虽然并未做太多真正意义上的恶事 但他的所作所为 让绝大部分宗门与世家惊悚 视之为最大邪魔 屡次围杀都惨遭失败 畏惧地给予了魔帝的绰号 幻花剑派深感蒙修 宣布将其正言逐出宗门 势不两立 甚至让已然外景巅峰的刘苏 请出过阵派神兵去击杀对方 但其正言始终退避三社 不怨为敌 故而幻花剑派上下提到 魔帝其正言时 心情都不会太好 沐云乐正了许久才长叹一声 家誓言魔帝在门中时并不出众 谁知今时今日 却是与幻花剑派有关的最强者 是啊 他曾经在夜都作为主事 我四伯与他打过交道 并不觉得是需要注意的人才 锦衣玉带的男子姓王明童 周骏王氏子弟 他的四伯正是守正剑王仔 最近一年 刚破了王家最年轻宗师记录的强人 洞穴内的气氛 渐渐变得沉凝 沐云乐无意识往下看着榜单 看到了算镜苍生王思远 看到了无形剑何九 看到了高揽一女 无望地仙曹娥 看到了严冲 看到了阮玉书 看到了清瑜 看到了上官横 也看到了自家师傅刘苏 他们都在地榜前一百 甚至前三十 前二十 十几年前的人榜 真是群星璀璨 前无古人 怕也后无来者 而当时他们头上 还有一位彗星般照亮天空 力压群雄的真正天才 王童忽然叹息了一声 自家四伯常常独自饮酒 怀念失踪快十年的好友 若他还活着 今时今日 地榜谁人能敌 或者说 天榜位置会否变动 沉浸之中 梁姓中年男子 发出痛苦呻吟 喷出一口墨色鲜血 睁开了双眼 梁前辈 没事吧 沐云乐回过神来 慌忙询问 梁九州吐纳了几下道 伤势已经稳住 只是暂时发挥不出外景实力 我得尽快上路 耻孔生变 沐云乐正色道 梁前辈 我们护送你 此事危险 且你们并不知道详情 就这么信得过梁某人 梁九州 颇有劝阻之色 沐云乐微笑如水道 中州大侠顾长青 唐子月夫妇侠名满天下 晚辈一直深感佩服 梁前辈乃顾大侠结义兄弟 他信得过前辈 我们自然信得 这几位都是一流高手中的佼佼者 尤其顾长青 顾大侠 据说年前已迈过第一层天梯 好 梁九州脸色一正道 我在草原发现 长生较中线的迹象 而且有不少突然冒出了强者 怀疑长生天即将归来 此事必须立刻回报中原 梁前辈 事不宜迟 立刻启程 沐云乐与王瞳对视一眼 同声道 一行三人离了隐秘山洞 悄然往南返回 到了夜间 已是出了边界 踏入了一座孤岭 此时 天空漆黑 无月无星 六月的天说变就变 下起了瓢泼大雨 梁前辈 夜深雨大 恐难前行 不如我们找个地方暂闭 沐云乐传音提议道 最近十年 山林野外常有妖兽妖族出没 夜黑雨大之时 非常容易遭遇危险 梁九州点了点头 往前打量一番 突然指着不远处道 那里有灯火 沐云乐和王瞳宁目看去 只见夜里黑影绰绰 微弱昏黄的灯火 照出了一圈圈光晕 隐约能看到一间寺庙 清灯古庙 沐云乐若有所思道 当时苦行僧位路人 见得歇脚避难处 我们可以过去看看 梁九州和王瞳没有意见 小心翼翼靠近 到了近处 只见那寺庙残破不堪 山门倾塌 一盏残灯 只有主殿完好 旁边似有池塘 嘟嘟嘟 黑夜中 寺庙里 单调又重复的沐云生 一阵阵传来 穿透了哗啦啦的雨声 不知为什么 沐云乐 王瞳和梁九州 都油然而生宁静之意 嘟嘟嘟 沐云生在雨幕里回荡很远 有一种清静 也有一种寂寞 沐云乐深吸口气 走向门边 打算敲门 真正靠近之后 他眼前一亮 因为透过清他的山门 可以看见旁边的池塘 有朵朵莲花盛开 沐浴在蚕灯光芒之下 接天连夜无穷避 映日荷花别样红 雨声哗啦 沐云幽远 风神事件 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 看着眼前学生 沉稳道 听闻周之首藏室有大贤 博古通经 知礼仪 明道德 今无欲去求教 如等各自在家休息 第二章 十年踪迹十年星 穿过清他的山门 走到殿前 映照着蚕灯昏黄的光芒 沐云乐有一种 从黑夜走到了白日的感觉 灯火并不明亮 在千里孤灵里 显得渺小又孤独 有模糊 但与寺外的漆黑 和倾盆的羽目相比 他就分外温暖 分外宁静 分外光明 朵朵莲花蒙上了一层光韵 胜过沐浴阳光 让人油然而生 映日荷花别样红的感叹 嘟嘟嘟 沐云乐的心境 忽然变得凝合 出身幻花剑派的 他像有诗情 似乎一下从十步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的人侠豪情里 来到了被灯和悦旧花音 已是十年踪迹 十年星的淡淡悲凉清静 他脸色柔和 目光温柔 但内心警惕不减 抬起右手 打算敲门 就在这时 摇摇欲坠的主电之门 吱压一声打开 不知什么时候 沐浴声已然停止 门后是位灰袍僧人 面容枯高 难辨年纪 三十不错 四十一可 沐云乐正了正 这僧人看似普通憔悴 可细究之下 会发现 他五官轮廓都很出众 年少时当是 玉树临风的美男子 如今精神如同朽木 双眼有着难以掩饰的 疲惫和倦怠 这是一眼之间的判断 沐云乐能在二十出头 便进入人榜前五 绝非浅薄之人 双手和十 声音清澈如同溪水 深夜叨扰 还请大师勿要见惯 我等深夜欲语 恐欲妖兽 又见贵似灯火照亮黑暗 于是上门借宿 还请大师慈悲为怀 阿弥陀佛 几位施主自便即可 灰袍僧人还了一礼 语气平淡 话语简洁 沐云乐目光越过灰袍僧人 看向殿中佛像 他乃石雕而成 低眉垂目 满是悲苦 在清灯照耀下 染上了一层昏黄 反射着淡淡的光芒 有种难以言喻的灵性 确实是苦行僧人所刻佛像 虔诚所致 自有几分佛性附着 能消灭凶意 只要不刻意招惹妖兽妖族 他们都会下意识远离此处 沐云乐做出了判断 这是可以借宿避雨之处 最近十年以来 妖兽妖族活跃 荒郊野外的寺庙 若是有僧残存 不是佛像自有灵性 便是僧人实力非凡 这里应当是前者 他转过头 对梁九州和王瞳微微点头 示意可以入内 多谢大师 梁九州和王瞳走进之后 行了一礼 灰袍僧人没再说话 双手合十 盘腿坐下 身下是枯草 前方是破烂木鱼 见状 木云乐比普通女子 略显粗黑的眉毛微皱 梁九州和王瞳 亦是眼露疑惑 不为其他 而是灰袍僧人做得很奇怪 正常而言 僧人不是面对 便是背对佛像 他却是侧座 正对左墙 墙上有一个大洞 洞外便是之前所见池塘 连夜深壁静黑 花朵清新脱俗 出于泥而不染 而正因为这个大洞的存在 蚕灯光芒毫无阻碍 照在了莲花之上 不见如来 却对莲花 行为怪异 是喝佛骂祖的禅宗僧人吗 王瞳传音 沐云乐 沐云乐却不是他这样的想法 精神融入天地 周围点点滴滴 尽在心头 孤岭 毒四 蚕灯 除了这位灰袍僧人之外 此地无有他人生活的迹象 就连来往行人留下的痕迹 都少 一个人 一盏灯 一尊佛 一座庙 一池莲花 心灵敏感 总有诗词的沐云乐 似乎能够体会到 那深深的寂寞 深深的孤单 再是清静 再是古佛 也掩盖不了的悲凉 这样的和尚 应当藏着一段 不愿回首的往事吧 沐云乐突然有点同情 收回目光 找了位置盘腿坐下 两九周坐下后 图纳了几次 微微笑道 沐姑娘 王公子 多谢你们仗剑相助 此乃我们分内之事 沐云乐回答时 又忍不住看了一眼 那位灰袍僧人 他双眼半开半合 神藏体内 不发一言 也没再敲动沐云 坐在那里 便像是与红尘隔绝 梁九周点了点头 可可笑道 沐姑娘之名 梁某人早有耳闻 如今有幸遇到 荡真闻名不如见面 沐云乐颇有惊喜之意 梁前辈 你这等外景强者 也听过晚辈薄明 当然 幻花剑派树域见沐云乐 乃这一代人榜 最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 与花梅山庄废苦禅 裴经曹氏曹补之病称 有三日征徽之美名 梁某人哪会没听过 说到这里 梁九周忍不住感慨了一声 看着你们这等青春 正盛的年轻才俊 总是分外探老 老了 老了 江湖迟早是你们的 自己用了近四十年 才成就外景 有了大侠之名 可对面少女 稍有几分稚嫩 朝气逼人 已然天人合一 而且 日后道路比自己好走许多 怎不起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代新人 胜救人之感 沐云乐嘴角忍不住翘起 透出几分纯真 然后收敛表情 正色道 梁前辈 武道之事 哪有新人救人之分 先打者为师 而且外景强者 法身高人寿员 都远超开窍 或许几十年后 你还春秋鼎盛 让你感慨的后辈 已然垂垂牢矣了 小姑娘真会说话 梁九周哈哈笑道 似乎又被激起了豪迈之情 她转过头 对灰袍僧人客气道 我等多有叨扰 还请大师误要见怪 不知大师该如何称呼 贫僧真定 灰袍僧人 言简意该回答 多谢真定大师收留 沐云乐还有少女星星 俏皮笑道 王瞳也跟着打献 梁九周证了证 微微笑道 大师的法号 与过去某位大侠相同 让梁某人一阵唏嘘 哪位大侠 我怎么不知道 沐云乐眼睛睁大 黑白分明 王瞳一时好奇道 能让梁大侠称为大侠的 绝非寻常之辈 不知是哪位 梁九周笑了笑 哎 记得她名字和绰号的很多 但还记得 她曾经是少林企图 有法号真定的 只有我这等老人了 你们不要将她与我并称 在她面前 我哪敢称什么大侠 她鼎盛之时 侠肝一胆 一搏云天 天下皆受其恩 邪魔都聚其微 而那时我还只是路边 听着她传闻的无名小卒 哎 生不逢时 真遗憾未能见过她 沐云乐眼神茫然 还是猜不出是谁 王瞳眼珠子转了转 似乎若有所思 好了 我先打坐疗伤 争取尽快恢复 两九周双手结印膝上 两眼闭拢 头顶又渐渐出现白雾缭绕 沐云乐警戒四周 只见四外雨声哗啦 雨水如枝 打得连夜滴滴答答 殿内则古佛残灯 灰袍孤僧 一时触景生怀 低声唱道 繁华声顿入空门 折杀了世人 梦偏冷辗转一声 秦债有几本 痛直笨 一盏残灯 清他的山门 声音飘荡 说不尽的话语 这时 他看见灰袍僧人 转过头来 睁开了眼睛 声音低沉蕴含雌性 这首歌是谁教你的 沐云乐鸣嘴一笑 相取里辞 让大师见笑了 晚辈有幸见过 真会神僧 听他哼过 喜奇异景 偷偷记住 真会神僧 灰袍僧人 真定证了证 正是梦奇 心中忽悠感伤 真会都成神僧了 这十年过得好快 生死两茫茫 沐云乐说完 不见真定大师回答 却见他转过身 重新敲起了沐云鱼 嘟嘟嘟 而嘴巴微张 取声回荡 听青春 迎来笑声 羡煞许多人 花开花落已十年 听青春迎来笑声 沐云乐正主 只见蚕灯与灰袍僧人相悖 外面云色漆黑 只有莲花盛放 取声悠悠 意境悲凉 此情此景 让他忽然吃了 滴滴念叨 被灯和月就花音 已是十年踪迹十年星 取声平息 沐云嘟嘟 低沉声音再起 烦恼落尽 红尘远离 第三章 江湖夜雨十年灯 烦恼落尽 红尘远离 声音低沉和缓 在破败的主殿内 鱼音鸟鸟 在哗啦啦的雨声 和滴滴答答的击打声里 似乎传出很远 空景清幽 沐云乐彻底正主 只觉有什么冲击 洗刷着自己的心灵 就像年少时 陪娘亲去佛庙还愿 住了一晚 自己爱笑爱闹 激起医院喧嚣 突然听到了目骨沉中 当 当 当的声音里 心灵仿佛被洗去了尘埃 空灵剔透 大安宁大清静 自此以后 自己变得闻尽了不少 类似烦恼落尽 红尘远离的真言 他听过很多次 但从未有今日这般感触 细细想来 当时其他僧人送面这句话时 往往是在为别人剃度 为心灰意冷 看破红尘的俗世之人剃度 青烟鸟鸟 遮蔽了面容 多是告诫和期待 庄重有之 肃穆有之 却少了灰袍僧人 真定刚才那番度尽波节之后 般得感怀 少了那份真正意义上的 清灯古佛 所有的寂寞 所有的悲痛 所有的悉悉 都埋葬在了这句话里 烦恼落尽 红尘远离 好一会儿 沐云乐才回过神来 发现自己居然一时忘了警戒寺外 悄悄吐了吐舌头 内心自嘲道 师父老说 我年岁太小 魔力不足 心性还显稚嫩 感怀浮于表面 虽然很适合 幻花剑派诗情画意的剑法 但终究少了几分沉淀 天人何一容易 要想像前辈们一样 反扑归真男 如今看来 也不是没有道理 他坦然承认自己的心性不足的问题 竟然因为触景生怀 差点忘了大师 大师 这首曲子你也听过 你认识真会神僧 你法号真定 莫非是少林真自卑的前辈高僧 沐云乐一边借着心灵 由于感怀而沉浸的契机 精神蔓延往外 与天地相合 感应种种动静 一边道出了 刚才没来得及泛起的疑惑 然后 他看见灰袍僧人 真定轻敲沐鱼 没有睁眼 也没有转头 滴滴回了一句 有幸听过 二十多年前听过 已经很少再回想起的上辈子 大殿内一下变得安静 气氛清静中 透出几分极净疲惫后的无私 寺外与疾风咒 连夜抵达 沐云乐之趣收回目光 不再打扰灰袍僧人 这时 王童传音道 云乐姑娘 你怎么感觉乖乖的 老是询问这僧人 你不觉得真定师父 是那种藏着一身故事的僧人吗 一定有个让人荡气回肠 又忍不住黯然泪下的故事 沐云月眼眸漆黑 颇有几分灵动 不用见识 他还残留少女娇称之态 说到这里 他吐得自嘲 哎呀 别管我了 我们幻花剑派的人 就是这么莫名其妙 我知道我知道 大家都在环州 哪会不知幻花剑派事件风流 王童慌忙辩解了一句 眼前少女 骄傲内敛 自信坦然 喜爱别人夸奖 用剑时像是整个人都在发光 有刃侠 有潇洒 让人移不开眼睛 而平日里 一喜一称 天真残存 一颦一笑皆是风景 他收敛目光 他被对方看到 眼睛里掩饰不住的轻目 沐云月压根没看他 一手支着下河 一手托着肘部 边紧接孤岭黑夜 边看着朵朵莲花木雨 半半清新 毒毒毒的沐鱼声响着 分外让人心宁 不知过了多久 梁九州扑的一声 又吐出一口墨血 苍白的脸色 多了几分红润 梁前辈 伤势大为好转了 沐云乐喜道 他感觉梁九州的气息 磅礴了不少 梁九州清洗口气道 天明十分 应当就能恢复三成功力 足以带着你们飞顿了 沐云乐和王童 还未来得及说话 梁九州转头看向了寺外 只见雨水倾盆 水雾弥漫 黑夜深得望不见远处 他皱了皱眉道 还打算疗伤后 趁夜急行 摆脱追踪 这般大雨这般黑夜 正是强横妖兽 喜欢出没的环境 若是遭遇 怜绵不绝 不亚于被外景攻击 事情急切 敌人在后 若非环境限制 岂容避雨疗伤 梁前辈 黑夜大雨和孤岭妖兽 对我们是危险 对追踪的敌人 也是 不用太担心 王童宽慰道 沐云乐沉映了一下道 前辈可知追踪的是哪些敌人 之前梁九州 只言追杀者强大 劝阻自己两人不要帮忙 并未具体说有哪些 梁九州叹了口气道 别的我不认识 只知其中两个 一位是当代欢喜菩萨的传人 喜玉菩萨英宁 他虽未迈过第一层天梯 但也不比四重天差多少了 一位是上代大罗妖女 顾小桑的侍女 如今的知景散人绍长歌 一身修为不比英宁差 深得当代罗教圣女器重 当代欢喜菩萨传人英宁 知景散人绍长歌 王童道吸口凉气 这都是如今邪魔 左道赫赫有名的人物 沐云乐收敛神色 郑重道 邪魔九道又搅合在一起了 当是如此 梁九州感应四州 神情里藏着不安 嘟嘟嘟 他们等待着雨停 防备着敌人 不知不觉 一道天色微亮 云收雨散 一夜安宁 梁九州常常舒了口气 总算度过最危险的时刻 慌忙起身 对灰袍僧人 孟七行了一礼 大师 我等告辞 多谢收留 孟七还了一礼 没有言语 梁九州放出刚风 卷起沐云乐和王童 贴着地面 往外盾去 离开时 沐云乐忍不住回望了一眼 只见灰袍僧人 依旧清灯古佛 沐云单调 他坐在那里 似乎原神深藏 心若死灰 徒留一具躯巧 一路平安 他们抵达了最近的北州城池 孤岭外 愈发美貌娇憨的英宁 看着刻意模仿顾小桑的少常哥 皱了皱眉头道 竟然被他们溜了 会不会还藏在这座山林里 我们昨晚一寸寸搜过这座山 搜了三遍 与妖兽打了五场 哪有他们的踪迹 看来被蛛丝马迹给骗了 少常哥淡淡道 英宁哼了一声 梁九州什么时候有这本事了 换作他结义兄弟顾长青 也瞒不过我 就不许别人有奇遇 还是回去吧 北州边境城内 梁九州去找画梅山庄在此的画室人 沐云乐听着胡悦 幸不幸于街上 身边王瞳相伴 忽然 他眼前一亮 看到了一位熟人 袁女侠 你也来北州了 不远处是位一群大胆 色泽艳丽的女子 不像北州和大静之人 她容貌美艳 眉梢眼角 带着几分成熟 沐云乐认得的这位女侠 叫做袁央 是男荒之人 趁着血衣叫收缩 帮助不少部落 摆脱了原本的困境 向来受人钦佩 如今血衣叫又蠢蠢欲动 他不得不退入中原 仙徒自保 因着幻花剑派离 男荒较劲 他和袁央见过几次面 颇为佩服对方 尤其没什么好传承的情况下 他都快迈过第一层天梯了 袁央嫣然笑道 你这小家伙 游荡到草原了 小家伙 沐云乐想起往事 赶紧转移了话题 袁女侠 你在做游历 袁央笑容变得浅淡 是啊 也是在寻找一个人 他神情呼地发症 壮丝自语 很多人都说他已经死了 但我相信 他肯定还活着 因为某个原油步履江湖 第四章 从前有座山 山里有座庙 听到袁央的话语 沐云乐愣了愣 似乎又闻到了 什么感人之深的故事 眨白了下眼睛 装作随意问道 他是谁 是袁女侠你的情郎吗 袁央出自南荒部落 语言向来大胆直接 沐云乐年少时 这个时候该用什么词汇 勤忙 袁央双目睛睛亮 旋即暗淡 自嘲一笑 在他眼里 我或许就是你这样的小丫头 遇到能随口指点两句 平时连想都不会想起 沐云乐颇为讶异 脱口而出 袁女侠 那你还寻她 袁央看着小丫头 如同点气的眸子 忽然发现 当初爱哭鼻子又爱笑的小家伙 已经长得比自己还美丽 这是无法否认的美丽 他叹了口气 伸出手 在沐云乐反应过来前揉了揉她的头发 就像小时候那般 半带笑容半感慨 你啊 心性还只是半大孩子 等你真正长大 遇到了那样的一个人 就不会问出为何寻她的话语了 年轻真好 心境青春 朝气蓬勃 仿佛出生的太阳 沐云乐嘟了嘟嘴 抚平被揉乱的头发 与女侠针讨厌 人家都过双十年划了 是外景强者都知道的江湖侠客 还当我是小孩子般对待 他正在说话 却看见袁扬摇了摇头 缓步走入人潮里 只留下一个背影 遇到了那样的一个人 究竟是什么感受 戏剧化本诗篇里有不少 独来长痛彻心扉 但总觉得不够清楚 无法真正描绘出原女侠心境 沐云乐嘴巴半明 若有所思想着 旁边的王瞳听得正正出神 若有朝一日 云乐姑娘失踪 很多人都觉她已经死亡 我会踏破千山万水寻她吗 念头一起 在南平复 周郡王室仁义礼乐文明 规矩慎重 怕是不允许子弟由此举动 纷纷扰扰 少年不时愁滋味 听了袁扬的那番话语 沐云乐突然试了 游玩赏乐的兴致 整个人沉静下来 恢复了数一件 千里独行的风采 侧头对王瞳道 我们去找梁前辈吧 看此事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自身实力 肯定不如已经恢复 五成的梁九州 但他未必人手充足 王瞳正自我想象 自我悲痛 文言吓了一跳 清醒过来 在这座城池的驻地 眼看就要抵达 王瞳忽然发现了一位熟人 多年未见的总角之交 他不是跟着和睦和大侠 游历天下去了吗 身影转瞬即逝 王瞳连连张望 王公子 沐云乐察觉了他的异常 询问出声 王瞳吸了口气 道明缘由 云乐姑娘 你先去找梁大侠 我与顾娇续就后便来 好的 沐云乐清脆回答 两人分别后 沐云乐一手提剑 姿态美妙 聘聘聘 走向化眉山庄所在的院子 在门房引领下 他来到了一间客厅外 大门紧闭 里面气息正常 咚咚咚 沐云乐曲起手指 敲了敲厅门 吱压一声 厅门无风自开 现出了那里的场景 梁九州和化眉山庄 此地主是 双双倒在地上 气息绵长 无有异状 仿佛沉睡 而在主座上 有位披着青纱的女子 笑迎迎端坐 她花容月貌 浑身无一处不美 无一处不勾人 纵然身为女性 沐云乐也是一阵口干舌燥 心跳加快 不敢直视对方 门房更是一不开眼睛 浑身发颤 呼吸间就脱筋而亡 倒在地上 扑通 她倒地的声音 惊醒了沐云乐 脑海内闪过一幅幅画面 回想起了宗门师长的教导 半遍任半猜测 知晓了眼前女子的身份 当代欢喜菩萨 地榜第八 黑榜第二的大宗师 她来灭口了 沐云乐想要拔剑 可不知为什么通体酥软 看着欢喜菩萨缓缓站起 身子摇曳走了过来 泽泽有声 容貌天成 心如赤子 因缘充沛 身具内媚 奸且剑法出众 善于战斗 比英宁那小妮子强多了 若是早点遇上你 欢喜菩萨传人不会是她 不过 如今也不迟 淡淡的幽香扑鼻 沐云乐脑袋一阵眩晕 眼前事物如梦似幻 心里委屈地想哭 想要拔剑 但总是无能为力 这一趟来的直 遇到了这样的好苗子 嗯 还有小补 她听到欢喜菩萨如是说 王童没有追上有人 沮丧返回 到了化眉山庄所在的院子 突然发现不对 门房不见了 她内心咯噔了一下 想到了沐云乐 旋即安慰自己 有梁大侠在 不会出什么问题 于是拔出自身之剑 小心翼翼入内 然后看见了客厅之门打开 门房倒闭在外 那里空无一人 空无一人 没有梁九州 也没有化眉山庄之人 更加没有沐云乐 王童一下呆住了 英宁与绍长歌 回到了草原边界 在某个山丘背面 等待着什么 他们都是白衣 但一个娇寒纯美 一个空谷幽蓝 是截然不同的容貌与风情 连重伤的梁九州 都没有追上 回去怕是会受到惩罚 绍长歌来回踱步 白裙轻忧 但绝然没有那种 万事尽在掌握的从容 英宁笑得像只狐狸 也不说话 就看着绍长歌着急 绍长歌也非蠢笨之人 短暂的忧虑后察觉了不对 回头看向英宁 你之前不也是 愤愤不拼于两九州之事吗 反正都已过去 何必扰乱自己的心情 英宁娇笑道 绍长歌眯了眯眼睛 你们另有准备 英宁不再卖关子 笑眯眯道 只是家师恰好空闲 亲自出马 已到前面城池拦截 欢喜菩萨 绍长歌低语了一句 半事被这左道巨拨的名头震慑 半事愤愤不平 若自家小姐没死 第一和第二必然不是魔帝 其正言与当代欢喜菩萨 算算时间 家师也该返回了 英宁看向天边 准备迎接自家师父 就在这时 一团黑雾冒起 有道人影浮现 身穿黑色长袍 面容冷峻 但隐约能见年少时的虎头虎脑 绍长歌心中一动 直到自己真正等待的人来了 这次追杀行动的主示人 灭天门最近十年声名雀起的 百缺天魔断瑞 十年以前还默默无闻 今时今日 已是八大天魔之列 让自己和英宁 都不敢直视的魔头 段瑞冷冷看着他们 毫不畏惧他们背后的势力 你们失败了 寒意直入身体 英宁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强笑道 家师亲自出手了 这位百缺天魔 除了没表现出 对女色的爱好外 简直像是真正的邪魔将士 让不少左道中人提及 他都不寒而栗 欢喜菩萨出手了 段瑞副手而栗 不再言语 耐心等待 时光一点点流逝 段瑞渐渐有点不耐烦 欢喜菩萨怎么还没回来 英宁也是奇怪 正常来说 一刻钟前 师父就该抵达这里了 难道出了意外 以他的实力 几位帝先不出 面对法身也能逃得掉 家师或许发现了 别的有价值的事情 英宁想了个理由 毒 毒 毒 沐鱼声荡 孤岭荒山里破庙清净 一位灰袍僧人侧对佛像 面朝莲花 双眼紧闭 轻轻敲动着沐鱼 而在破败的殿内 花容月貌的欢喜菩萨站在中央 脚下有九品连台相托 没有欢喜菩萨的影响 沐云乐恢复了清醒 左顾右盼 茫然想到 自己怎么又回到了 真定法师的庙宇 嘟 嘟 嘟 欢喜菩萨脸色相当正重 忽然 他动了 连台盛放 整个人向着殿外飞盾 盾光刚起 他眼前一亮 佛像正悲苦看着自己 灰袍僧人侧对敲着沐鱼 与刚才一模一样 没有任何区别 欢喜菩萨脸色愈发凝重 停下了顿光 阴阳流转 试图直接闪现在几百里之外 身影闪烁间 他再次看到了那尊佛像 破败悲苦 而灰袍僧人看都没看自己一眼 还在敲着沐鱼 嘟 嘟 嘟 大殿清静而寂寞 池塘内莲花朵朵 香气扑鼻 第五章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嘟 嘟 嘟 沐鱼声声 似乎都敲在了欢喜菩萨心头 让他精神一阵阵发紧 眼前灰袍僧人的身影 早就与神都江畔仙人俯卧顶 结发寿长生的身姿重叠融合 不仁喽喽主诡异的死亡状况 如今还历历在目 自己将两九州收入药囊后 带着沐云勒 顿出了北州城池 免得被高揽瞬间从长乐意来斩杀 结果顿光飞过山岭 返回草原时 场景突然变化 自己毫无反应 就被拉入了这座破庙 看见了这位失踪近十年的煞心 他竟然还活着 突如其来的遭遇 心里阴影般的存在 以及莫名其妙的再见 都让自己心灵如在肋骨 浮现的第一个念头不是疑问 更不是好奇 而是逃跑 身为大宗师 自然明白 仓皇逃跑等于将漏洞展现给敌人 形同自杀 因此 难免先郑重对峙 再寻机会 可奇怪的是 他竟然不闻不问 只敲目于 气机内敛 气是枯搞 这诡异的状况 让欢喜菩萨 没有试图进攻 而是尝试着逃跑 可无论施展什么武功 使用什么秘法 往每个方向逃顿 都不可避免地回到原地 见到了如来 看到灰袍僧人苏梦 对 他就是西年名震天下的狂刀苏梦 那十年人榜群星璀璨 如今步伐大宗师和宗师 远胜双星要事 和浩月当空的年代 而他则横压这一代天才 被誉为禁古以来 最有潜力的武道修者 将来的成就 未必会比天外神剑苏无名差 甚至可能胜过 自身曾经与他打过交道 被仙人俯卧顶 劫发寿长生下的直接远钝 念头起伏间 欢喜菩萨双手一阳 菩萨欢喜之忽然凸显 白沙横空 极致阴柔之态 以天罗地网之姿 笼罩向前方 菩萨欢喜之刚出一半 忽然分成两股 各成漩涡 阴阳相惜 瞬间碰撞到一起 行将碰撞时 其中一股改阴为阳 犀利化为赤利 两道漩涡 以撕扯虚空般的威势分开 就是这个机会 欢喜之回旋 笼罩了欢喜菩萨 他化作流光 顿入了撕开的缝隙 以进攻为掩饰 以神兵为依仗 强行打破 总是回到原地的诡异 机会稍纵即逝 为了逃走 他早就没管木云了 眼前一黑一亮 光明在线 欢喜菩萨刚犯喜意 就看到光亮昏暗 一盏蚕灯如斗 如来石像悲苦难言 灰袍僧人双眼半开半合 轻敲着沐鱼 毒 毒 毒 欢喜菩萨一颗心缓缓下沉 竟然又回到了原地 回到了这座破败庙宇 莲花朵朵 近在咫尺 远在天边 而自己近乎拼尽全力 这是何等的诡异 何等的恐怖 哪怕面对大阿修罗 面对血海罗刹 面对曾经的魔师和渡世法王 自己神兵再生 也不是没有招架之力 今时今日 却像是穷途末路 再劫难逃 无论怎样都翻不出对方的手掌心 他历经过很多事情 大宗师的修为 绝非靠着外物而来 危险之际 心灵呼的沉静 不再试图逃顿 目光投向了灰袍僧人苏梦 只见他面容枯搞 壮似火死人 若非气息未变 自己还真未必敢认 十年清灯古佛 枯坐此地 十年未曾出刀 若是动手 那又该是怎样的识破天经 连串一问泛起 欢喜菩萨尽力殿中 叙事待发 低沉问道 你想做什么 此话一出 欢喜菩萨油然警觉 自己竟有了几分软弱 看不出对方虚实 摸不清对方底细 面对他时 竟比面对血海罗刹 还坠坠不安 他如今到了什么境界 难道已然晋升那仙人之境 你想做什么 旁边的沐云乐 瞪大了一双翘眼 左看看 又瞧瞧 欢喜菩萨与真定法师认识 所以前来妙语相见 可话语里怎么透着 几分畏惧 对 自己没有听错 当代欢喜菩萨 地榜第八 黑榜第二的大宗师 面对野四孤僧的真定法师 透出几分畏惧 刚才他就看见 欢喜菩萨连连施展手段 但总是出现在原地 正一头雾水 不明所以 嘟 嘟 嘟 空洞的声音回荡 挥袍僧人梦齐没有睁眼 没有回答 也没有出手 大殿内一片宁静 雨后的莲花分外脱俗 欢喜菩萨却感觉到一种窒息 压抑凝固成实质的气息 他念头急转 看了看对方一身打扮 灵光一现 将药囊打开 放出小补 药渣 灵嘴等随身长鞋的部分 财补对象 包括昏迷的两九周 做完这一切 欢喜菩萨抬头看向苏梦 他还是保持着原样 不紧不慢地敲着沐鱼 毒 毒 毒 欢喜菩萨沉吟了一下 双手缠着欢喜枝 脸部轻移 一步步往后退 喉咙渐发干 心跳快要控制不住 突然 阳光洒在了他的脸上 说不尽的温暖和灿烂 出来了 走出寺庙了 欢喜菩萨正了正 有种脱离了噩梦 回到了真实的旧属感 空山心雨之后 彩虹横在天边 宛如梦幻 直到此时 欢喜菩萨才发觉 自身毛孔略微失控 背后汗水淋漓 肌肤若隐若现 他转过身 准备远顿 突然回头 看向灰袍僧人梦奇 几分疑惑 几分迷茫 你为什么不动手 若是动手 自己保命逃走的把握 不超过一成 非是理智分析 而是油然而生的预感 对啊 为什么不动手 寺内的沐云乐也疑惑了 他们就这样见一见就好了 终于 欢喜菩萨看见苏梦转过了头 那是一双死忌般的眼睛 没有任何情绪 没有半点希望的火光 他敲了敲目鱼 没有回答 而是低声念叨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声音低沉淡漠 传入了欢喜菩萨 与沐云玉耳中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欢喜菩萨皱了皱眉头 不再发问 架起顿光 仓皇远走 他不敢再停留 生怕狂刀苏梦反悔 他对邪魔左道 可向来没有怜悯之心 看着欢喜菩萨离开 沐云乐待了好久才 发觉自己脱困了 得救了 不用担心成为下一个欢喜菩萨了 此时此刻 冰雪聪明的他 大概想明白了原委 走到孟奇身前 迎迎一拜 多谢大师相救 欢喜菩萨肯定不是自愿来破妙的 多半是真定大师慈悲为怀 他有让欢喜菩萨 都畏惧几分的实力和境界 本该叱咤风云 却必居荒山野岭 守着一座破庙 一尊石佛 一池莲花 一年又一年 身上的故事 比想象中还要精彩和动人 好奇引满了沐云乐的心头 这是一位有故事 而且是少见故事的前辈大师 这时 他听见真定大师轻叹一声 将沐云收起 缓缓起身 灰色僧袍破破烂烂 然后壮若自语般道 走吧 也是时候离开了 该来的终究会来 去哪里 沐云乐下意识问道 欢喜菩萨离开 这里 再非清净之地 孟奇一步步走向四万 沐云乐恍然大悟 大师慈悲为怀 没杀欢喜菩萨 等于暴露隐居之地 日后难免遭遇摩尸法王等的袭击 他看了一眼地上昏迷的梁九州等人 大师 他们怎么办 孟奇缓步前行 没有回头 几息后就会醒来 你看着他们 沐云乐眼珠子一转 暗自想到 反正几息后就会醒来 看不看着他们都一样 不如跟着大师 看看他去哪里 说不定能弄清楚 他究竟是谁 有怎样的故事 他边看梁九州等人 边磨磨蹭蹭般走向门边 嘴里清脆问道 大师 大师 您要去哪里 孟奇跨出了门槛 阳光灿烂 与殿中的灰败 恰似两重天 似乎一下 从九幽走回了现实 去哪里 是啊 去哪里 十年枯作 这天下变得如何了 破庙之内 梁九州缓缓行转 茫然四顾 看见了悲苦佛像 看见了莲花朵朵 我怎么回到破庙了 不是遇到了欢喜菩萨吗 他一时有些回不过神来 寻找着记忆 莫非有人 将我从欢喜菩萨手上救出 天下之大 谁能从欢喜菩萨手上救人 破庙 真定法师 真定法师 梁九州呼得跳起 眼睛发光 浑身颤抖 是他 难道是他 欢喜菩萨顿入草原 心情抑郁 不愿立刻去见弟子 环顾四周 忽然发现了一位游历草原的开窍高手 要扎也不管了 欢喜菩萨一咬牙 打算飞过去 行财补之事 借欢于安抚心灵 念头刚起 他耳畔突然响起低沉淡漠的声音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欢喜菩萨吓了一跳 慌忙寄出连台 保护自己 感应蔓延 四周却空无一人 哪有灰袍僧人苏梦的踪迹 若有所思 然后 他放开九品连台防御 心里默默转动着 才不害人的恶念 念头一现 他耳畔顿时响起 目骨沉中之音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声音阵阵 将恶念全部消灭 怎么会这样 他怎么能办到的 欢喜菩萨浑身竟有颤抖 忍不住将九品连台绽放 此时再有恶念 已无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的声音 欢喜菩萨愣住了 也就是说 自己必须置身九品连台保护下 才能心生恶念 可这样怎么才博 苏梦简直匪夷所思 他究竟到了什么地步 第六章 与寂寞和疯狂为伴 草带露水 映照灿烂 风吹低头 牛羊成群 欢喜菩萨盘坐连台 浮于半空 眼睁睁看着那位游历草原的开窍高手逐渐远去 高空凉风嗖嗖 吹不开连台光芒 却让他脸有寒意 风动 还是心动 恍恍惚惚之间 欢喜菩萨有种万念俱灰 生无可恋的感觉 日日做那一盏青灯半流年的尼姑 无声无息间 没有任何力量波动 仅仅一句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就烙印于了自己心头 十年青灯 十年古佛 十年枯作 狂刀苏梦将阿南破戒刀法的瞻因果 推到了如此境地 或者是心魔类功法 想不通 还是想不通 欢喜菩萨 发现自己 竟然还是看不出苏梦的境界 为之最为恐怖 让人心生敬畏 欢喜菩萨深吸了口气 平复了种种情绪 苦笑自语 我回宿女仙界还不成吗 不再出来搞风搞雨了 既然神兵可以隔绝佛音 宿女仙界肯定也可以 担心意外 他直接驾着九品连台 顿向了英宁告知的见面地点 少请 见到了正焦急不安的英宁 暗含冷笑的少长歌 以及有点无法控制自身暴虐情绪的 百缺天魔断锐 师父 您回来了 英宁脱口而出 壮似无一时呢喃 见过欢喜菩萨 少长歌掩饰出失望 不敢怠慢 行了一礼 左道邪魔都是喜怒随心 自己一个小小的散人 被圣怒的欢喜菩萨杀了就杀了 若有利益 罗教未必会管 因此不能触怒对方 段瑞嘴巴紧闭 收敛了暴虐的情绪 隐含桀骜 不太甘愿的行礼 欢喜菩萨已控制住自身心境 脸色无波道 两九周被人救走 消息已经扩散 没必要再掩盖了 最近不要有什么行动 被人救走了 英宁和少长歌愣了愣 能从当代欢喜菩萨手上救人的高人强者 几乎屈指可数 是哪位做的 没听说谁到了附近 难道是无处不在的苏无名 救走了 被谁救走了 段瑞与气影有点质问 相当的桀骜不逊 这是功法使然 难以克制 若非眼前是大宗师 他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欢喜菩萨暗含泪水 心境平和 慈悲为怀道 狂刀苏梦 狂刀苏梦 英宁 少长歌和段瑞都脱口而出 欢喜菩萨这四个字 说得很和缓 却像是平地四声惊雷 声声震神 他 他重出江湖了 少长歌结结巴巴问道 顾小桑被杀之事 关喜无声老母威严 在梦七随之失踪的情况下 罗教肯定秘而不宣 暗中报仇 只言老母怜悯世人 再次转世 以消天地间的无穷罪念 欢喜菩萨宝相庄严 缓缓点头 是 一个是自识破天惊 少长歌身体摇了摇 有种弱不禁风的感觉 他与狂刀并未见过面 可对他的熟悉 绝对强于这里所有人 自家小姐 西年总是不经意间提及苏梦 一次次的直言片语 足够拼凑起鲜明的形象 喜好人前险胜的家伙 装得经验丰富的智鸟 常常恼羞成怒的笨蛋 而熟悉并不能消除半点畏惧 自家小姐何等人物 有史以来最出众的圣语 手腕 心机 悟性 同样年龄下的实力与境界 都是出类拔萃中的出类拔萃 面对他时 就算法王都有一种无力感 似乎他什么都尽在掌握 让人不自觉想要模仿 自己如今再罗教 也算颇有地位 江湖里更是声名赫赫 日后未尝不能成为神使 但与往日的小姐相比 还是引火难比好远 这样的人物 最终都死在了狂刀苏梦之手 怎不让他染上几分恐怖的色彩 桀骜不驯的段瑞 更是退后了两步 有种莫名的畏惧 这是年少时 给他留下阴影最重的强者 随着对方的战绩越来越夸张 实力和境界越来越强 这阴影是越来越重 这十年未闻他的消息 是人生中最意气风发的阶段 没想到 他又回来了 曾经以一己之力 搅动天下风云 让邪魔走道 几乎人人褪毙三射的煞心 又回来了 欢喜菩萨一本正经道 我在他手上受了暗伤 短时间内恢复不了 须得返回宿女仙剑 此时你们告知魔师 法王和罗刹 语气平淡 字字气血 暗伤真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段瑞脸色变换了几下 狠狠点头 如今血海罗刹就在附近 若狂刀十年未尽法身 有他好看 欢喜菩萨沉吟了一下 决定还是不坑队友 邪魔左道 也经不起几次坑了 他神情正重道 虽然我还未亏出他的身前 但感觉他和法身 差不多一样恐怖 若罗刹想要出手 一定小心 某些手段 甚至更恐怖 和法身差不多一样恐怖 段瑞脸色糊得发白 绍长歌额有冷汗 只因您稍好 暗自溃探 十年不明 今日再出 是否会和大鹏一样 同风而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沐云乐跟着灰袍 僧人梦骑出了破庙 踏入山林 只见对方不起顿光 不驾刚风 一步步脚踏实地往前 心头忍不住一喜 自己跟得上了 他最担心大师飞顿 那自己只能遥遥看着 靠幻想来满足好奇 无法真正弄清楚他的身份 弄清楚他为什么必居破庙 不见如来 只对莲花 心若死灰 黯然神伤 清晰了口气 沐云乐举手投足间 接气和自然 一步迈出便飘然几丈 形如缩地成寸 紧紧跟在真定大师身后 可是 孟奇看起来走得慢 可一步步迈开 沐云乐只能越追越远 渐渐背影都要不见 大师 等等我 沐云乐脱口而出 但前面灰袍僧人 置若罔闻 呼吸间便消失无踪 沐云乐呆呆立在原地 鼓了鼓塞帮子 将自己弄得像是一只包子 又沮丧又失望 他低着头 踢着石子 缓步前行 碎碎念叨 我都还没打听故事呢 就这么走了好一阵子 日上山岗 晒得他眼睛一眯 打算掉头返回之前离开的城池 突然 他视线扫到了一抹灰色身影 凝目望去 只见一株大树背后 针定大师盘腿而坐 双目半开半合 形体给人空洞的感觉 枯搞的面容 在阴影和光芒错乱间有种奇异的魅力 沐云乐呆了呆 嘴角缓缓勾起 双唇紧敏 忍住笑意 背手昂头 嘀嘀自语 大师虽然实力非凡 外表木讷 可实际还是很心软吗 还不是在这里等我了 风神事件 周蒂洛毅 一位三十多岁的男子 站在城门外 仰望着这座屹历数百年的熊城 他留着符合礼节的胡子 气质成熟 双眼略有迷茫 看着斑驳了时光的城墙 叹息了一声 天下有道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恨不能逢周恭圣时 见礼乐之拳 他收回目光 看向城门口 神情渐渐变得坚定 如今天下无道 礼崩乐坏 诸侯以己身带天子 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世道沦丧莫过于此 我被卑微 旗帜不坠 却要向谷求道 结束这漫漫长夜 他迈开了步伐 走向了城门 守葬士 我来了 轰隆 半空乌云呼罩 电蛇乱舞 天色变黑 又闪现光明 广陵城外 凤凰周头 两名男子对坐梧桐树下 一人守福古情 脸色苍白 秀丽宛若女子 是不是咳嗽几声 正是曾经的王大公子 如今的王家家主王思远 他看起来还是二十来岁 病容满面 身体鲜弱 似乎岁月没有在他身上留下痕迹 另外一人五官普通 身穿轻袍 坐姿沉稳大气 额头有一枚赤色星辰凝聚凸凸显 让他平添了几分妖艺的魅力 乃如今邪魔九道之一 赤色魔门的宗主 魔帝齐正言 他重现江湖了 欢喜菩萨见过他 齐正言壮若平常般说道 王思远停住抚情 右手握成拳头 抵住嘴唇 咳嗽了几声 露出一丝艳红 然后吐了口气道 我知 那你知道 他为何不杀欢喜菩萨吗 齐正言目光平淡 像是求问 又仿佛早就知晓答案 王思远拿出手帕 擦了擦手 微微一笑 哭作古寺十年 将内疚 压抑 不甘 疯狂 绝望 痛苦 和刻骨的仇恨藏在心里 日日夜夜锤炼打磨着那口精神之刀 将精气神意尽数融入其间 可 可不是为了杀小小的欢喜菩萨 十年磨刀 十年煎熬 十年痛苦 当那一刀挥出的时候 必定惊天动地 一鼓作气 再而衰 三而结 不见正主 他肯定不会出刀 听起来你知道很多 其正言平静道 王思远笑了笑 并容倦怠 我是神棍吗 知道的多很正常 不过 我也算不出他的真实情况 嗨嗨 嘿 若是能算出 我早就能正道法身了 没想到他与大罗妖女 竟然到了近乎生死相许的地步 其正言转而道 王思远摇了摇头 没有 至少十年前没有 那时我站在城头 听到的笑声 多是内疚 痛苦 绝望和愤恨 心灰意冷 与刻骨铭心狠手 嗨嗨 但十年后就很难说了 回忆能美化一个人 内疚和感怀会发酵感情 痛到深处 也就甜到了深处 今时今日 假作真是真一假 可 顾小桑这一子当真厉害 以死为尽 其正言没再提此事 转而随口道 你也就这十年左右的光景了 不正法身难以求活 身为家主 为何不娶妻生子 留下血脉后裔 不封魔不成活 不断后路不见生 我要这妻儿有何用 王思远神情隐有癫狂 而且家中嫡系 又不止我一人 他正正抬头 看向打着悬流动的江水 似笑非笑道 习练数数推演之道 罪计自身有情 有情则偏 有情就会被蒙蔽 你有魔主记忆 不难明白 王思远缓缓起身 脸色病态潮红 走到了周头 语气平淡道 哪怕你堕入魔道 毅然有兄弟之情 生死之交 他背对其正言 看着远方 没有回头 而我作为神棍 除了叔叔 只能与寂寞和疯狂为伴 第七章 相逢 封神世界 络一首葬事 古朴厚重的建筑物前 树冠流须的成熟男子行李道 在下鲁地孔招 听闻络一首藏室 有公子与博古通经 深得周理 明晓道德 乃远近文明的大贤 故前来求见 还请两位代为通传 他一举一动 皆符合周理 没有丝毫错误 让最近十几年 已很少见到类似人物的两位兵族 不敢怠慢 天下纷乱已久 礼崩而乐坏 诸侯大夫都有僭越之处 还时常以周理要求 自身者当然少之又少 少请 通报的兵族出来 微笑请他入内 孔招正了正身体 神情变得庄重 一步步踏入了守葬室 跟着前面的士兵 拐入了一间摆满龟甲 竹简和书博的房间 有位宽袍大秀 头发乌黑竖棺的士大夫 跪坐于暗戟之后 面含微笑等待着自己 这名士大夫 五官颇为出众 饮有贵气 眉宇成熟 无有轻挑浮躁之意 但孔招却有点若有肆无的失望 自己想象中的大贤 应该更有气质和智慧 更加的深邃 老麦沧桑一点 或许才恰当 不能以行貌取人 孔招自我反省了一句 踏入房间 一丝不苟地醒起了周理 而对面的公子宇 亦以周理待人 无有错处 见状 孔招一发觉得 自己刚才的想法梦浪 跪坐下来后 态度变得尊敬 向公子宇请教起周理的问题 公子宇准备多年 为的就是今时今日 选择的书籍都深具针对性 自然谈笑自若 挥洒自如 对周理的掌握和深刻理解 都让孔招佩服不已 暗自赞叹 有人成不弃我 落一手藏识的公子宇 确实是当事大贤 而让他想不到的是 公子宇心中正 异常满足 欢欣又自得 按照老师所言 万事师表 照亮万古长夜的圣人 他的每一句请教 每一句赞叹 都重重地记在了 自己的虚荣心上 万事师表的老师 真是想想就激动 请教到最后 孔招脸色一肃 缓缓起身 大礼拜于公子宇身前 郑重道 诸侯无道 鉴悦失礼 善起刀兵 不仁不义 以致世道沦丧 人心不古 常有骨肉香残之惨事 不乏满村白骨之七壮 让人心有七七燃 该如何结束这世道 还天下以礼乐 还请公子教我 公子宇捏了捏像 睁着成熟的胡须 闭目享受了片刻 方缓缓道 明日城门开始 于道左骨亭等候 说吧 他已周里送客 明日城门开始 于道左骨亭等候 孔招疑惑茫然有之 不敢鲁莽 攻身而退 公子宇为何不直接回答 要明日道左再言 莫非他真有抚平乱世之道 就像自己不认可 但不得不承认 确实做出了一番成就的墨家学说 当今之事 公开讲学和私人讲学 都是少之又少的事情 前者是墨家的标志 后者是孔招自己所开之风气 其余武功 道德和策略 要想学习 都须得经过拜师 私下教导 这一次就是私下教导 如鬼谷之流 一日清晨 满腹疑惑的孔招 立于到左骨亭内 看着天边赤红一线 和绚烂之霞 耐心等候着 一盏茶过去 一炷香过去 一刻钟过去 他终于看见 一程马车缓缓使劲 驾车者正是公子羽 落一手藏士之大贤 有公子称呼的贵族 竟然自己驾车 冲车夫之建议 这有失礼说 到了境前 公子羽跃下马车 微微一笑 失者赋也 为失驾车 何处失礼 他似乎能窥出孔招心中所想 为失驾车 孔招再生疑惑 目光打亮像紧闭着车门的车厢 里面坐的是公子羽的老师 从未闻大贤公子羽 还有老师 而能得到他如此忠心服侍的老师 学识和智慧 必然远胜于他 公子羽笑道 你昨日质问 我财书学浅 见识寡漏 不敢回答 让我知老师学究天人 智慧冤身 明道德之药 知实事之弊 足以教你 故而让你于此等候 足以教你 让自己都深感佩服的公子羽 都自愧不如 这般赞叹 他的老师必然出类拔萃至极 说不定真能一解自己心中之祸 孔昭有点激动了 败谢过公子羽 在他引领下 走到了马车旁 看着他打开车门 车门缓缓打开 露出了里面的场景 不知简陋 但古朴自然 坐着一位面容显老的男子 病脚发白 双眼满是沧桑 有着几分淡漠 几分疲惫 几分倦怠 但又深邃无比 似乎蕴藏着智慧的光芒 而且他整个人空空荡荡 似有什么奇怪事物隔绝 若不亲眼看见 根本不会觉得 马车内有人 与孔昭心目中的大贤形象 非常吻合 孔昭还未来得及说话 就见这名男子指了指旁边 示意自己上车 于是半疑惑半茫然上去 跪坐旁边 先生何以教我 这名病脚发白的男子 目视前方 眼神深深 坐于如舍之内 空想里乐于心 却妄言结束纷乱 便如无根扶平 无有平一 风吹变散 你且 随我周游列国 见一见世道之乱 看一看大夫百姓之苦 如此才能明了弊端所在 如此才敢言 还天下清平 孔昭早有类似的模糊想法 此言正中心头 对眼前男子再无疑问 深感佩服 郑重道 先生所言极是 此时 公子与关上了车门 重新驾驭马车前行 内中光线悠悠 外面车轮凌凌 孔昭这才醒悟 自己刚刚有点失礼 端正了表情 拜扶于幕面 庄重道 在下路递孔昭 敢问先生高兴大名 那名男子目光忧深 而疲惫地看着他 缓缓道 李丹 李丹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沐云乐心情极好地走来走去 看着山岭下色 时不时闪过诗句明天 并本能地戒备着周围 防止妖兽或敌人来袭 突然 他听到了背后有响动声 嘴巴一抿 转过头去 看见真定大师缓缓起身 拍了拍破破烂烂的灰色僧袍 大师 您打算去哪里 要不要我带路 沐云乐鼓起勇气问了一句 孟奇笑容很淡道 李丹 沐云乐只觉真定大师少了几分哭稿 眼睛里的死忌 一消吞了不少 但那浓浓的疲惫 倦怠和深藏的忧伤 让人印象极为深刻 他呼得闻尽了不少 点了点道 晚辈知晓 这便给大师带路 这是北周边境的一座城池 呃 大师 您去那里做什么 说到最后 他还是掩饰不住 好奇丫头的本色 孟奇看了看远方 疲惫笑道 因果缘分 第八章 一剑一命 山岭聪裕 树木茂盛 阳光透过枝叶 在地上洒下一个又一个的金色光斑 灰袍僧人孟奇和沐云乐两道身影 渐行渐远 最终消失于山路尽头 又不知过了多久 这里忽有片片血色汇聚 凝成了一道模糊不清的人影 双目鲜红 无情残忍 俨然便是血海螺刹 他去了哪里 血海螺刹的精神如同光芒 瞬间就将荒山野岭笼罩 寻找着关于孟奇的点点滴滴 以及欢喜菩萨描述中的 幻花剑派小丫头等人 发觉此地曾经有两者停留的痕迹 但早就远离 目前不知所踪 以自己法身的境界 一直能若有肆无把握到 没办法准确探知 他沉吟了一下 身影突的崩散 血光纷飞 越来越淡 消失于半空 山岭重归寂静 大师 这里便是离城了 沐云乐换了深淡绿山子 欲显清新灵动 指着不远处的城池道 离城离破庙所在的荒山野岭 并不太远 以两人的角城 不到一日便抵达了城门口 沿途沐云乐见真定大师 还是沉默少雨 有种历经沧桑的疲惫 不敢贸然问东问西 一路无话 憋得很是难受 孟奇点了点头 灰色僧袍轻荡 胸前并无佛珠 一步步走入城池 踏进街道 每逢拐角处 总是异常熟人地选择着方向 不问路不说话 这让沐云乐暗自奇怪 真定大师对离城似乎很熟悉 那他为何要自己带路 漆黑水润的眸子转了转 沐云乐故做不经意道 大师 您之前来过离城 未曾 孟奇言简一该回答 仿佛万事万物 索然无味 那您要到离城何处 沐云乐愈发莫名其妙 虽然他师父和其他长辈 都是外景强者 但类似这种神秘莫测的高人 还是初次遇到 小河缠缠 绿树临风 梦奇就停步于一座灵河小院前 咔嚓 咔嚓 清脆美妙 如同音符的匹柴声 回荡在四周 没有阻塞呆滞的感觉 似乎随着斧头的斩落 木柴自然而然就一分为二了 而且 咔嚓之声的间隔 像是经过尺量斗撑 总是一般长短 不会有分毫差异 沐云乐只是听了听 脸色就变得正重 内心轻移了一声 半是疑惑 半是亚异 虽然看起来是日常微末小事 但若一地而处 自己肯定做不到这种程度 几位长辈多半不行 自家师傅也不知能不能办到 光是隔墙听声 他脑海内就自然而然勾勒出一口 绝世之剑和孤傲剑客的形象 伴随着咔嚓之声的 还有粗重的呼吸声音 这对沐云乐自己来说都是 最疲劳情况下 才会出现的身体不受控制迹象 外景强者 若非状况极其不佳 绝不可能让呼吸吐那声如此鲜明 然而 他对此没有任何轻视 因为粗重呼吸里 透出的是竭力压制的杀意 紧紧泄露出来的微不足道感觉 这让自身心惊肉跳 含义彻骨 元神震慑 通体颤抖 拔不出剑来 若是杀意完全迸发 那该是何等的恐怖 怕是虚幻凝成实质 化作乌云笼罩城池 瞬间灭杀所有生灵 小院内的匹柴者 实力绝不亚于师父 甚至多半胜过 如果他的杀意无法自控 那恐怕比当代欢喜菩萨还可怕 还更像蔑视邪魔 黑榜之中 几乎能与魔帝争雄 沐云乐心里 犹然浮现出这个想法 他被欢喜菩萨情过 仅对比表现出来的部分 深觉院中匹柴者的恐怖 但具体实力如何 他就无法肯定判断了 毕竟境界相差太多 而与魔帝的比较 他下意识排除了魔皇爪这个因素 因为他师父清莲公子 曾经提过一句 正常情况下 魔皇爪对魔帝 是削弱而不是增强 魔帝得实时压制魔皇爪 以免被协议侵蚀 失去灵智 当然 若是危急关头 魔帝解放魔皇爪 那肯定能短暂压制法身高人 里面究竟是哪位邪道巨博 为何从未听闻过 沐云乐回想着 自身知道的有名魔头 但都无法与院中 匹柴者对上号 这等实力 竟然没上地榜和黑榜 他忍不住看了孟琪一眼 心情有些惶恐 又有些激动 原本以为自己 出身名门正派 顶尖势力 眼光见识 都算出类拔萃 江湖出名人物大凡任的 不会出现当面不实的情况 谁知真定大师是一例 而因为他拜访出现的 左道巨博 又是一例 天下之大 隐秘强者之多 远超自己的认知 沐云乐只觉一个崭新的江湖 被真定大师掀开了面纱 一点点展现在自己眼前 他是如此新鲜 如此有趣 然后 他看见表情平和的灰袍僧人 真定大师走了过去 轻轻敲响了院门 院子内 一位倒是打扮的女子 正提着斧头 专注但又透出暴躁之意地披着木柴 他身材高挑 高鼻凤眼 气质冰冷 未曾带官 头发随意披散 咚咚咚 敲门声响 这名女子豁然一惊 仿佛从梦中惊醒 直到此时 他才发现有人到了自己门边 谁 他冰冷问道 控制着杀意 平僧真定 低沉又平淡的声音 从门外的传入 熟悉的感觉透入耳窍 女官凤眼一睁 是你 自己心心念念的仇人 因他而起的杀意 让自己必须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控制 杀意陡然迸发 院子一下变得昏暗 似有乌云汇聚 院门无声无息间化作朽木 像是走了最终的尽头 失去了一切生命力 这名女官正是戒杀道人 狼王的师父撒人高娃 她周身翘雪亮起 尽数绽放妖意幽暗的光芒 他们一路连接 延伸至右手 凝成了一口三尺三寸三分长的怪剑 通体漆黑 无光无闻 古朴又妖意 院内树木瞬间凋敝 被绞成碎屑 大地裂开一道道缝隙 向着四面八方蔓延 然后 裂缝到了小院边缘 就戛然而止 杀意无声无息渗透 依然出不了院子 随着院门的死亡 戒杀道人看到了自己日夜思念的仇人 她略微一愣 印象里鹦鹉阳刚 意气风发 似乎没有任何事情任何困难 可以阻挡她的男子 便做了一位灰袍僧人 面容多有枯高 情绪深藏 如同早就死亡的火山 眼光无波 带着深深的疲惫 历经沧桑 心灰意冷的疲惫 她竟然再次出家为僧 清灯古佛 在光芒万丈 一步步走向巅峰的时候 顿入了空门 错愕只是瞬间 戒杀道人气势攀升到极点 但杀意始终突破不了院墙 那里像是有无形的屏障 她冷冷道 你来消除隐患吗 戒杀道人迸发的杀意 展露的威势 让门外的木云乐心跳 咚咚咚加快 她还是初次遇到大宗师 极数的强者全力以赴 气势又尽是杀意的 眼前似有幻象平线 不自觉就挪了一步 躲到了真定大师的背后 那不算高大的背影哭记萧瑟 却异常让人感觉安心 院中匹柴者的实力 果然如自己所想 邪魔左道除开法身 她至少前三 若是行走江湖 必然搅动天下风云 可却一座小院一堆木柴消磨余生 在想到能经退欢喜菩萨 与匹柴者对峙 而不落下风的真定大师 清灯古佛 破庙莲花 沐云乐再生世事无常 繁华一消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感慨 他们究竟是谁 为何要选择这样的归宿 十年前 二十年前 真定大师与院中匹柴者 是否在江湖中 有着不亚于魔地 太上神剑的名声 沐云乐痴痴想着 梦奇灰色僧人 随着杀意而动 立在门边 目光平淡 情绪死寂 摇了摇头道 西年若非有你庇佑 我或许已经亡于妖族之首 后来是事变化 恩仇难分 我曾经想过找到你 杀掉你 以除后患 但终究心有不安 戒杀到人冰冷道 我就你乃命中注定 不会后悔 你如今再说这些 有什么用 莫非还能以命报恩不成 沐云乐之招两只耳朵 不放过之言片语 脑海内闪过一个又一个 凄美绝伦的故事 你知杀意非在本身 乃明海见影响 孟奇平静道 不因杀意而动摇 有种看透了世事后的 也无风雨也无情 这又如何 戒杀到人情绪略微有些波动 孟奇看着他 诚恳道 明海见的主人不是你 你只是养剑之体 舍得舍得 有舍才有心生 戒杀到人嘴唇勾了勾 冷笑道 想以此瓦解我的杀意 剑接除掉后患 话音刚落 他突然动了 手中无光长剑 突兀出现于孟奇胸前 像是一直就在这里 孟奇看着他 神情平和 双手低锤 无有动作 刺拉一声 这口只要触及 就会让人死亡的长剑 穿透了孟奇的胸膛 没有鲜血流出 竟被吸纳 你 戒杀到人手持长剑 茫然看着眼前的灰袍僧人 只觉对方肉体真实 自己心中的杀意和剑气 都因为顺着贯穿伤口 疯狂涌向苏孟 而飞快消退 啊 沐云乐师生叫出 想要挥剑帮忙 可强大的压力下 自己根本出不了剑 真定大师为什么不抵挡 用身体生生受了这恐怖的一剑 孟奇脸色苍白 神情平和 目光满是疲惫 缓缓道 这一剑 还你救命之恩 他气息陡降 但没有直接死亡 身体微微颤抖 仿佛战力不稳 戒杀的剑气和杀意消失一空 眼神茫然 看着那猙獰的伤口 又看了看如同死骑大海般的那双眸子 忽然感觉心里空空荡荡 前所未有的平静安宁 他的眼泪突然滑落 右手松开 无光长剑消失 转过身 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没谁知道他去了哪里 沐云乐正正看着这一幕 恍然如梦 第九章 强大的是命运 小院一片死寂 却有奇怪的凝合之意 风吹河水哗啦啦 说不尽地清静安详 沐云乐呼地回过神来 哀哑一声 迈不上去 搀扶住摇摇欲坠的孟琪 关切问道 大师 大师 您没事吧 他的目光由于于孟琪胸口 只见伤口猙獰 血肉全黑 光芒凝成的肠剑消失 心脏被直接贯穿 但没有一滴鲜血外意 也看不到半点愈合的迹象 惊悚莫名 死不了 孟琪微微一笑 面容平和道 眼角似乎刻着几道沧桑的皱纹 毛子里仿佛有什么东西 死死藏在深处 像是层层掩埋的情绪 听见真定大师语气和声音正常 沐云月悄然松了口气 下意识望向前方 也就是戒杀道人原本屹立的位置 自来熟般道 大师 他 他为什么哭了 什么救命之恩 什么恩仇难分 让他浮想连篇 抓住切入点 就大胆开口 解脱牢笼 身心清静 怎不潜然泪下 孟琪呼吸略显粗重 伤势确实很重 但语气还是那么平淡无波 沐云乐回头看了一眼 只觉真定大师似乎轻松了一点 枯搞愈发好转 但那种深埋的感觉更加沉重了 因为这一剑化解了仇恨 他左思右想 也得不出一剑 便能化解深仇大恨的事情 除非双方本就情恨纠缠 嗯 多半是这样 孟琪的灰色僧袍愈发暗淡 有种风中残竹的感觉 他体内藏着一个怪物 催发着他的杀意 给予他杀戮的力量 再借助他的杀意 与收割的生命温养自身 全然不管他本心愿不愿意 他想要控制 却始终控制不住 自好戒杀 却怎么也戒不了杀 这一剑于贫僧是还恩 于他是报仇 从此恩怨两宵 杀意进入贫僧体内 怪物得不到瘟养 便会自行离去 沐云乐深刻地感觉到 还玩恩情的真定大师变了不少 若是破妙时 他哪会和自己说那么多 虽然疲惫 悲伤依旧 但至少不那么死寂了 他好奇问道 那怪物是什么 和魔皇爪一样的东西 孟琪脸色发白 似乎周身的血液 都在被吸往伤口处 可语气还是古井无波 沐云乐顿时瞪大了眼睛 和魔皇爪一样的东西 岂不是绝世神兵了 为什么真定大师不抢夺过来 呸呸呸 夺什么夺 魔地都得压制魔皇爪的污染 真定大师一代高僧 若是执掌此等杀戮之箭 岂不是坏了半生清修 一事五道 咚咚咚 孟琪被贯穿的心脏 还在和缓弹坚定地跳动着 他似乎终于缓了过来 开口道 牧师主麻烦扶冰僧离开离城 啊 好的 沐云乐先是一愣 赶紧搀扶着孟琪往回走 被绝世神兵等级的杀戮之箭 建议所伤 不亚于被神兵直接命中 真定大师的伤肯定很严重 而他冒着性命危险 也要偿还这份恩情 了结这段因果 当真有几分佛陀慈悲之意 或者说快意恩仇的任侠之气 他年轻时候 肯定是为有仇报仇 有恩报恩 绝不畏惧于艰难和危险的七男子 而这样的人物 为何会悲伤深藏 心灰意冷 清灯古佛 搀扶前行中 沐云乐目光飘忽 壮若随意问道 大师 您为何要出家为僧 问得很是委婉 然后 他感应道 真定大师眼睛微抬 看向苍天 目光里透出几分看透世事般的叹息 四字朝四感慨 之前贫僧以为人定胜天 到后来终于明白 强大的是命运 强大的是命运 沐云乐从这句话品出了太多的无奈 太多的绝望 太多的压抑 让自己心里难受的要命 这等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 不该是自信十足 只觉万事万物尽在掌控吗 真定大师 到底经历过什么事情 才会有如此颓丧枯稿的表现 他内心堵得慌 忍不住开口道 真定大师 万不可这般作响 虽然很多时候 宿命让人无奈 没办法抵抗 但天流一线生机 命运终究有战胜之法 均不见道徒艰难 也有道尊和佛祖真正超脱吗 沐云乐正是朝气蓬勃的阶段 分外相信人定圣天 故而以道尊和佛祖激烈梦齐 梦齐没再说话 靠着沐云乐的搀扶 缓缓走向城门口 过了许久 城门即将关闭之时 戒杀居住的灵河小院前 铺有血光自虚空透出 凝成了一道模糊的人影 俨然又是血海罗刹 他环顾四周 微微皱眉 内心自语 他确实来过这里 但早就离开了 自己又迟了一步 自己和狂刀之间 就像是被命运捉弄 始终有一层无形间隔阻拦 哪怕用尽了手段 找到了最正确的痕迹 还是要差一步 出了离城 沐云乐搀扶着真定大师 沿着关道前行 感觉这段经历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精彩 他知道真定大师 隐居荒山古庙多年 对当今天下之事 肯定不甚了解 于是袖口清起 唧唧喳喳说着种种江湖一事 真定大师虽然没有答话 但也没有阻止 嘿嘿 他肯定乐意听 沐云乐边说边是自得 等混得熟了 就可以慢慢窥探 真定大师身上的故事了 行了一阵 天色见黑 考虑到真定大师身受重伤 若遇到妖兽怕事对付不了 沐云乐左顾右盼 精神与天地相容 迅速蔓延开来 将附近状况尽收心底 以便找出夜里露宿之地 突然 他轻微厚仰 原神刺痛 蔓延出去的精神 被人攻击了 糟糕 冤家路窄 被攻击的同时 他认出了对方的身份 北狐三兄 南荒新境崛起的高手 都是正常突破的半部外景 据说与血衣娇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自己曾经与他们遭遇过一次 当时三兄里有两人还未突破 被自己以快打慢 用剑法分割 硬碰硬击败 每人留下了一只眼睛 可惜的是 终究以一敌三 力有未待 没能杀掉他们 哈哈 这不是树玉剑牧女侠吗 三道身影从林中奔出 趁沐云勒搀扶孟奇 行动略有迟缓的时候 将两人包围 三兄长相倒是正经 甚至可以称得上不错 但各自瞎了一只眼睛 仇恨的目光 在沐云勒身上瞄来瞄去 分外甚人 三兄之手看了一眼孟奇 只觉他气息微弱 不值一提 顿时定下心来 仰头大笑 沐云勒呀沐云勒 真是天庭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闯进来 你要护着受伤的和尚 又才出入天人合一 还有把握 再次以一敌三吗 沐云勒 术玉灵秀 江湖这一代有数的美女 这身段这模样 真是让人神往 等一下可别说 哥哥没有疼你 三兄中的老二 舔了下嘴唇 老三则黑黑笑道 你的圆阳圆女侠 躲在山谷中 被万重尊者堵住 迟早和你一样下场 圆女侠被血衣叫找到了 沐云勒心入天地 不起波澜 没有被乌言汇语影响心境 念头闪现 思考着当前局势 若只有自己一人 眼前未必是死局 尚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机会 但真定大师受伤很严重 三兄也是老江湖 发泄间扰乱敌人心绪后 突然动了 分别从三个方向动了 一人持剑 画作匹链 凝聚剑气 遥遥斩向沐云月 一人引动草木 万剑齐发 一人身影消失 顿入了地面 等待着机会 沐云勒正要出剑 突然听到了三声惨叫 眼前光芒静消 三兄倒于地上 老大被草木画作的万剑穿身 老二胯下有口戏剑贯穿了身体 老三半嵌于地中 身躯被剑气一分为二 都死得不能再死 这 沐云勒嘴巴半张 像在做梦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诡异的事情 对方怎么突然自相残杀了 牧师主 将他们葬于林中 消灭痕迹 他耳边传来了孟齐的声音 是 是真定大师 沐云勒豁然转头 看向孟齐 只见他面容枯搞淡漠 眼神如同古井 几多疲惫 似乎什么事情 都引不起他的兴趣 这手断绝了 之前不管是欢喜菩萨 还是戒杀道人 其实都与牧云乐阁的太远 有种虚幻的感觉 而且 孟齐也没有真正出手 所以他知道 真定大师很强 比自己师父还强 但始终未能落到实处 如今三兄是熟悉的敌人 他们的死法 让牧云勒真正认识到 眼前的真定大师高深莫测 真厉害 身受重伤 都能办到这种事情 牧云勒心跳加快少许 深吸了口气 赶紧毁尸灭迹 做完之后 他忽然戚戚爱爱起来 因为想请真定大师 去救援女侠 可真定大师身受重伤 能对付得了半步外景 但未必可以奈何宗师 这太强人所难了 这时 他听到真定大师低沉道 走吧 往南 去见见原央 见见原央 牧云乐半是惊喜 半是疑惑 慌忙搀扶着真定大师往南 他认识原女侠 少请 一道血色顿光 若有四无闪现 穿透层层虚空而过 正是血海罗刹 他稍有停顿 然后选择了往北 追索狂刀 强大的是命运 第十章 适合特征 离城附近的山岭连绵不绝 夏日青涩葱葱 凉爽暗藏 其中几座山峰处 草木摇曳 一只只色彩艳丽的蛊虫 钻来钻去 密密麻麻 覆盖满表面 让人心悸不已 光是看到 都会浑身起鸡皮疙瘩 这些蛊虫有的 相貌猙獰 有的剔透漂亮 小南剑的嗡嗡嗡之声不断 湛蓝鲜红天蓝墨绿等色分涌 以铺天盖地之势 搜索着一座座山峰 白发根根似系蛇的 蜿虫尊者 屹立半空 俯视下方 眉心阻鞘打开 精神蔓延笼罩 配合蛊虫寻找着躲藏的猿羊 他冷笑道 附近山岭都已被老夫封锁 你迟早会被找出来 享受蜿虫世身之乐 一座山谷内 猿羊藏于角落 被草叶掩盖 手持着一枚绽放七彩的慕尼珠 将自身气息和身影 弄得虚虚幻幻 仿佛梦幻泡影 这是 他从六道轮回之主 兑换来的一桩佛门宝物 真假慕尼界 如今仗之对抗万重尊者的搜索 原央经历丰富 虽然身处极端危险的境地 但并不慌乱 想法条理分明 试图伪造远顿的迹象 骗过万重尊者 让他放弃搜索此地 而且 此乃北周境内 血衣教哪敢 真的猖狂 不怕人黄一剑吗 只要能沉得下心 在岌岌可危的关头 还能耐心等待 那就还有希望 来往的任何外景强者 都可能让万重尊者 草木皆兵 万重尊者搜索一阵没有发现 白发乱舞 似乎缠绕了一头的毒蛇 冷道 现在临近黑夜 妖兽活跃 来往行人没有多少 老夫还有充裕的时间 哼 大不了将这片山岭尽数毁掉 血衣教的功法泯灭人性 积累得因果极重 时常会有天乏之患 在家毁山之事 亦不过锦上添花 元阳内心咯噔了一下 自己低估了万重尊者的残忍和疯狂 但不知他是在炸自己 还是真的敢做 还没伪造好迹象 现在冲出去 等于送死 搀扶着孟奇的沐云乐 已走到附近 未曾被万重尊者 和亿万古虫发现 此时听到宣言 心中焦急 忍不住看向孟奇 真定大师如今身负重伤 还能向对付欢喜菩萨般 对付万重尊者吗 万重尊者哈哈一笑 残忍毕露 将手一捏 就要聚集蛊虫 行毁山灭林之事 就在这时 一道低沉和缓的声音响起 在连绵不绝的山林里 步步检清晰 苦海无边 回头是岸 万重尊者一领 有人神不知鬼不觉 潜到了附近 山谷内的园阳 也听见了这道声音 先是一愣 旋即激动上脸 神色痴痴 低语呢喃 公子 万重尊者循着声音感应而去 看见了一个穿着灰色僧袍的和尚 面容枯稿中 透着几分熟悉 气息则让自己毛骨悚然 狂刀苏梦 失踪十年的 狂刀苏梦 十年前便能轻松斩杀自己的 狂刀苏梦 他自然不会没发现 梦气身受重伤 可思绪电转间 忽然化作流光 仓皇远顿 漫山遍野的蛊虫 瞬间消失无踪 即使苏梦重伤 万重尊者也觉得自己难挡一刀 瞻因果一出 自己必死无疑 还是去请教主比较好 一生苦海无边 万重尊者仓皇而逃 山岭恢复了清静 沐云乐完全没想到 会是这样的发展 还以为会有敞龙争虎斗 或者像欢喜菩萨那样 双方对话几句 做些自己不太看得懂的较量 然后失败一方 不带烟火气离开 谁知万重尊者一看到真定大师 就吓得魂飞魄散 宛若丧家知犬般逃走 是万重尊者 曾经在真定大师手下 吃过极大苦头 还是知道真定大师实力尽见 哪怕身受重伤 也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念头起伏间 他看见袁阳园女侠 自山岭内飞出 落到了镜前 一双妙目看着真定大师 情绪相当复杂地喊了一声 公子 一 沐云乐两只耳朵又支了起来 突然有点紧张 孟琪用略显沧桑的眼神 看了看袁阳 笑容平淡道 不错 不错 受到公子赞扬 袁阳忽然百感焦急 眼眶泛红 他们 他们都死了 只剩我和林玉 孟琪叹了口气 眼睛闭了闭 生死无常 沐云乐还是初次感觉到 真定大师 有了一闪而过的情绪波动 一句生死无常是感慨 也似乎是无数情绪分成 又深藏后的平淡 袁阳向来性格外向 眼泛波光 越是擦拭越是显红 林万说道 我和林玉在找你 顾大侠和唐女侠在找你 和睦在找你 好多好多人在找你 看到你没事真好 我认出公子 是因为你在南荒 问过我血衣椒的事情 然后血衣椒就被你攻击了 公子 你 你怎么又做和尚了 哟 沐云乐抓住了关键之处 为什么他们好多人 都认识真定大师 就自己不知道 孟琪嘴角勾了勾 看不出笑意 似乎想要解释很多 但终究 只说了几个字 心有魔意 心有魔意 袁阳凭着四怒四悲 四心灰意冷的话语 一时不知该怎么说话 好半天才抿嘴笑道 知道公子 你没事就好 既然欲说还休 那就不要再提 沐云乐听得正正出神 心有魔意 北周边境危险 你尽快往南 替我将这面镜子 给大周皇帝高揽 借了十年也该还了 孟琪声音低缓道 手中多了一面 有道道金色光斑闪现的镜子 大周皇帝高揽 风皇高揽 真定大师 能从风皇手上 借东西 十年不还 沐云乐暗自撬舌 这可是天榜前列的法身高人 再世人皇 原杨接过镜子 强作欢言道 公子不怕路途危险 我将这面镜子弄丢 此去一路平安 孟琪语气低沉 胸口肌肉如动 伤势在缓慢恢复 袁阳点了点头 迈开步伐 往高空行去 走了几步 忽然停顿 背对孟琪道 能再见到公子 我 我很高兴 他正待远顿 沐云乐忽然出声 袁女侠 等等 我送你一程 说完 他转头对孟琪道 大师 我与袁女侠认识多年 去送送他便回 您不急着离开这里吧 去吧 孟琪盘腿坐下 身体似乎空乏了几分 袁阳落到地面 往前走着 沐云乐快步跟上 自顾自道 我们是在北周 与草原边界的荒山野岭 遇到真定大师 当时他住在破庙 清灯古佛 面朝莲花 他知道袁女侠想知道这些 袁阳脚步放缓 伸手擦了擦脸 与沐云乐并行 安静听着 从初遇到兽界杀到人一见 十年前 有人说公子死了 有人说公子 受了极大打击 看来应当是后者 袁阳握了握拳道 只要没死 就还有希望 就还能重振旗鼓 受到极大打击 心灰意冷 沐云乐联想到真定大师 现在的枯搞疲惫状态 忽然心生怜悯之意 袁女侠 真定大师 究竟是当年江湖哪位大人物 沐云乐脱口问出 袁阳转头看着他 眼眶还红红的 颇为讶异 你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知道 沐云乐鼓了鼓塞帮子 袁阳继续往前 倾笑两声 意味不明道 十年之前 他叫苏梦 苏梦 狂刀苏梦 沐云乐眼睛陡然睁大 在群星璀璨的那一代 他是真正能凌驾 所有人之上的武道天才 无论太上神剑 还是魔帝 算尽苍生 在他的光芒之下 都黯然失色 哪怕失踪十年 地榜不在 很多事情依旧流转 被人津津乐道 只是不再详细介绍生平 纵横天下十几载 战继标饼 总是能完成别人眼中 不可思议的事情 快意恩仇 叱咤风云 但这样的人物 如今却轻登古佛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沐云乐心潮起伏 难以平复 到底是怎样的打击 让有望在中古后 在正传说的豪杰 变成如今的模样 血海罗刹飞顿往北 结合术术和秘法 寻找着孟奇的踪迹 过了不知多久 他眼前突然一花 多了道人影 宽袍大秀 头发扎簪 潇洒自若 俨然便是魔师寒广 你怎么来了 血海罗刹对魔师戒备甚深 暗自拉开了距离 韩广眼神里 隐有沧桑 似乎经受过时光的冲刷 看着血海罗刹道 察觉了些异常 所以来了 什么异常 血海罗刹莫名其妙 韩广似笑非笑道 你永远追不上苏梦 什么意思 血海罗杀皱了皱眉 韩广抬头望天 黑了一声 你注定见不到他 你是说 血海罗刹语气迟疑 有点心惊肉跳 黄刀究竟到了什么境界 韩广背负双手 语气感慨道 本作还未见到他 如何知晓 但小幅度操纵命运 篡改因果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做到的 传说特征 血海罗刹语气凝重 韩广摇了摇头 低缓道 彼岸特征 什么 血海罗刹失态脱口 也或许是诸果之音有成的特征 韩广眼里凸显出一道飘渺地影 脚下是虚幻长河 本作得亲自去见他 中文字幕作人